还是我们全都站在狭小的踏板上 脚下踏板1.5秒消失一块 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动 头上还有一个蛋饭子 但是它怎么折腾也下不来我们这一层 好像我们只要待在这层就可以顺利到达终点 可是十几分钟过去 脚下的踏板还是一眼望不到头 终于我还是忍不住直接往外跳 这时我才发现踏板居然还有这么多 跳下来都需要飞进一分钟 如果我们待在原地 可能一两个小时都到不了终点 跳出舒适区才能获得更快的捷径和更大的惊喜吧